空降部队从军机跳伞缓慢降落 北约部队12号在北马其顿参与由美国主导的2022快速反应演习 虽然正值乌俄战争时机点敏感 但美国表示演习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威胁或特定对手 而很快芬兰也会加入北约军演行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芬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经过审慎思考之后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 芬兰政府的特别委员会将在15号开会宣布正式决议 芬兰特别委员会做出正式决定之后 将把提案送交国会 芬兰提出加入申请后 必须经过北约全部30个成员的国会批准通过 这项程序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表示 他相信芬兰最早可以在10月1号正式成为北约成员 不过对于芬兰的决定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这对俄罗斯绝对是一向威胁 至于俄罗斯将如何回应 佩斯科夫表示一切都要看北约这次扩张如何发展 军事架构朝俄国边界靠近到什么程度而定 不过根据芬兰晚报引述部剧名消息人士报道 政坛要人已经接获警告 俄罗斯可能很快就要停止供应天然气给芬兰 对此芬兰表示不担心 芬兰人用的天然气绝大部分从俄罗斯输入 但天然气只占芬兰每年能源消耗量的5%左右 而芬兰政府5号就曾表示 已经为俄国5月底可能切断天然气做好准备 因为俄方要求以卢布支付天然气款项 但芬兰拒绝遵从 因此对于俄国会采取的任何措施 芬兰都做好了万全准备 欢迎新闻孙玺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